美国 美国 二嫂 我还要 好 走 接 那個 嫂子 那個 我哥昏迷之前 說一定幫我 娶上個媳婦 你哥以前答應你的事 嫂子全都認帳 那你能不能先幫我 置身新衣裳 你看我這身衣服 那都是勞動部縫的 又舊又醜的 比如說出對象 人家姑娘看我這窮穿樣 都不願意給我多說兩句話 勞動部怎麼了 經久耐用 但是勞動人民 不就應該穿勞動部嗎 那勞動的時候穿勞動部 那出對象不能還穿這個吧 先進去 要不等部票發下來了 嫂子給你做身新衣服 嫂子 我不想要做的 那個我看上了那個 百貨公司一件的確涼襯衫 這什麼季節呀 你穿的確涼襯衫 你不怕冷啊 不冷 身體好 嫂子我跟你說啊 那的確涼襯衫我要穿上 那肯定特別精神 特別帥 迪俊良襯衫多貴呀 貴是貴了點兒 那不過一分價錢一分貨嘛 嫂子 在這兒說了 你說人裁縫做的衣服 吐垃圾的 我跟你說 那迪俊良襯衫 人家是上海的款式 面料特別好 特別洋氣 那多少錢呢 二十二 二十二 我一個月工資才多少 你要二十二塊錢買件襯衫 那你不如買一個縫紉機 才一百多塊錢 還能做好多件衣服呢 老三 講一下條件現在很困難 都十個鍋八個蓋兒了 真的架不住你 這麼大手大腳的 對了 你自己工資呢 嫂子 我一學徒工 明月才十二十塊錢 我自己都不夠花呢 哪有什麼錢呀 是 嫂子 我哥答應過我的 你二十二哥只答應給你找對象 又沒說給你買迪俊良襯衫 你 你